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1年的4月4号 是我的一个big day 是一个让我受折磨的一天 我预约了今天去整形 就是夏娥县这边的面部金雕 就是黄金威雕 那除了这里呢 还会做一个手臂的锡纸 顺便带一下肩胛骨两侧 那我的手臂呢 是那种就是怎么减肥都不太掉肉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就是魔鬼式的减肥 会让自己使劲运动塑形的那种 所以说我的手臂就是一直这样 属于一个走捷径的方式 那当然如果大家可以运动 既然还是不要走这个捷径 毕竟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 他说一个月差不多就可以完全恢复 一周就可以消肿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至于脸呢 就是我的脸现在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锤 是因为肉比较多 整形医生都有说我的脸部肉比较多 这样的话就会衰老的很快 就会下垂 就像我现在这两边 就有那个法令纹和木偶纹 所以说他建议我做一下锡纸 一个是这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地方 但是其实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做下额线 今天再跟医生探讨一下 我预约的是下午两点开始手术 然后一会12点就要去做术前检查 差不多在四天前呢 我已经抽血了 抽血做了核酸 然后这两个完全没问题 今天做术前检查 两点就可以进手术室了 今天呢我自己也说服好自己 鼓足勇气 面对相机 记录一下我做面部金雕和大鼻锡纸的一个 就是全过程 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今天也许还会再加一个项目 就是笔记底填充 其实呢很明显的看到两边有凹陷 尤其是之前在视频里有很多留言跟我说我这个两边 就是发灵纹很深 显得很老 它并不是因为我这块就是皱纹有多深 就是因为我鼻息底算是比较凹陷的 所以有点显嘴突 然后上次医生给我面诊的时候 他就说建议我垫一个鼻息底 但我总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 所以说我就当时拒绝了 然后考虑再三 然后这两天我又在小红书包括网上查 就垫完鼻息底的效果好像确实是不错的 那我今天再跟医生咨询一下 那就这样 这就是我的第一天 现在是我的样子 大家记好了 大家能感觉到我脸上的肉真的超级超级的多 这边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大臂 我的大臂就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肥 我现在过来要把指甲卸掉 因为可能到时候麻药什么它要有夹子这样 可能会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然后他现在过来帮我卸指甲 昨天我有尝试的就要用手抠掉 就抠掉了一半 他们自己就有这个工具 先找了一个病房来给我卸指甲 我现在已经换上他们这边的睡衣了 然后现在准备去做心电图 指甲已经卸完了 每个手卸一到两只就行 做完心电图就一切准备就绪 我就准备上手术台了 然后这是一个住院的一个小房间 一会儿因为我是全妈嘛 一会儿下手术台了之后呢 还要在这里休息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不需要住院的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心电图现在已经做完了 然后刚刚他们这边提供了洗面奶 洗个脸 就随时在这带命准备去手术室啦 我现在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 别的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嗓子哑了 然后现在要在这再打一瓶药 就是不夜底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最初和医生的协商呢 还是添了鼻脊底 然后现在麻药尖还没过 尤其是全麻的感觉 还是很晕的 然后上嘴唇也是没有感觉 哈喽大家我现在超级的肿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吧 有点隐形形象 然后我身上呢都是这样给包起来了 今天没有带那个塑形面罩和 那个穿素衫衣 因为今天可能会有渗出 它就给我包的紧紧的都是这些棉花 所以说我就觉得有点勒 这个手臂就有点瘀心 还有点肿 我现在小手超级的肿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我现在不是很困 我打算再剪一会儿视频 因为最近要赶一个视频要发出 我觉得状态还OK 麻药尖还没有过 手术时间一共是从两点半到五点半 我妈妈告诉我的 一共是三个多小时 然后手术全麻出来 给我推出来了 我就说了好多话 我那时候就说我嗓子好痛啊 然后我妈说可能是我在手术期间打呼噜的 一直也没有很饿 八点之前吃东西之后就再也没有吃东西 因为手术之前你要打麻药 就不能吃东西 以免吐嘛 到现在呢 就刚才喝了两杯橙汁 刚刚医院给我准备了八宝粥 简单喝了两口 现在状态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 就是右手臂有点麻 然后刚刚打那个消炎针 有一点点就是血管刺激有点痛 然后明天呢要去医院继续换药 要把这个绷带都换成那个束缚带 大家早上好 看我的胳膊已经肿了 就完全把我这个睡衣给包起来了 但是倒是没有疼痛的感觉 今天是做完手术的第一天 跟大家update一下我的状况 我的脸现在变成了猪头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吧 因为我怕如果一直全脸对着这个镜头 你们会取消订阅我 嘴现在还有一点麻药劲没有过 但是有自己的就是感觉了可以动了 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宿都没有睡着 就是浑身上下都很累 觉得应该是麻药的后遗症 还是我昨天睡太多了 要是喝水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用吸管 因为如果这样仰脖子喝 特别容易嘴露 刚吃了一半早餐 才想起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妈妈给我剁得特别特别的碎 然后就这样一小口小口的往下吃 这边就是我们家必备的糊糊 妈妈拿了个吸管 要比平时更稀一点 这样比较好入口 就是这样 我现在吃了这一半 我都有点快饱了 我觉得整形是一个很渐肥的事情 再给没看过这个糊糊的人介绍一下 这个糊糊虽然卖相很难看 但是非常有营养 而且很好喝 里面有含黑豆 黄豆 黑芝麻枸杞 红枣 黎麦 核桃 那种破壁鸡豆浆鸡 做成的糊糊 超级好喝 没有放糖 因为枸杞红枣本身就是有甜味的 哈喽 现在我这个小猪头 已经又到了整形医院 今天过来换药 然后还有一个消炎针药打 胳膊也是有点肿 夜窝这边卡的 就是纱布卡的 特别特别的疼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从医院回家了 还是脸上很肿 然后黑油黑油的 有点丑 然后今天换了素身衣 这样子的 我还是没有很多疼的地方 只有腋下 就是腋下感觉特别的疼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勒的 医生跟我说 可能那个地方麻药已经过了 然后今天去换药呢 只有换胳膊的药 然后换了素身衣 脸上他说七天以后再换 换药倒是不是很痛 但是两个胳膊旁边 各有一条那个引流管 它都抽了出来 稍稍会有一点点感觉 但是到时也都能忍耐 然后今天打的 又打了一针消炎针 我觉得打消炎针 这个针是真的好疼啊 另外呢就是 今天又问了一下鼻肌底 它是从那个口腔里 都有放进去的夹体 然后选择是棚体 嘴里面有创口 里面是有风针的 这个线也不用拆 差不多一周左右 然后自己漱口就会漱掉 然后还有就是 我做这个手术 是有忌口的 比较重要的就是 不能吃辛辣的和辛生鲜 还是半张脸跟你们讲话 今天非常肿 今天早上起来 就发现眼睛的形状也变了 然后鼻梁也塌了 就感觉整个人 就是胖起来了 一般手术后 好像第三天 第四天 都是最肿的状态 腋下疼痛减轻了一些 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疼痛 就是包着两边 耳朵有点痒 今天除了肿 还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 跟大家说过 正常术后的第一天 我就应该来大姨妈妈 到现在就是一直在推迟 甚至是连感觉都没有 我平时是非常准的那种 所以说这次呢 我又问医生 他说不会是手术 给我带来的推迟 而是我这两天 吃的那个消肿药 就是确定了就是它 所以说我现在消肿药停了 也许明天会更肿 那从明天开始呢 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呢 就不给大家这样 每天更新了 我今天有收到医院的来电 他说13号 也就是我术后的第九天 过去拆下 应该明后天 我新到的素生衣就到了 到时候也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做完手术的第九天 脸上呢 是没有任何一点 创口和那个就是针口的 所以说脸上就没有拆 身上呢 就有手臂和肩胛骨 各每一边各两个 然后今天拆线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有一个线特别紧 然后它要调两下才调动 然后大家应该发现 我今天洗头了 没错 我现在拆完线呢 我找了一家理发店 因为这个绷带还是要绷着嘛 所以说洗头的时间就很少 我上次露素材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戴的是这个面罩 可能是肉色的 就是叫欧里美他们家的 那个我不是医院给的我是XL的嘛 然后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又自己买了一个large的 然后结果今天收到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紧 我让那个医院的护士帮我戴 他说是ok的 结果我戴回来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掐我脖子一样 就特别的难受 所以说我就不打算再戴了 再戴这个 这个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包裹性对我来说最好的 然后至于今天的疼痛程度呢 就是今天脸上还是毫无感觉 除了肿胀就没有任何感觉 它里面还是要穿那个素身衣的 要24小时的一直穿一个月 包括姨妈妻也不能给它脱掉 今天拆线嘛 拆完线的伤口 它依旧是给我用那个白色的胶布 给它粘上 可能是怕感染 然后它说胶布粘两天之后呢 就可以撕掉 然后我就可以洗澡了 也就是第11天 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我提到那个欧利美的面罩 就是这样的 它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衡量 是不是感觉巨类无比 头截累的有点难受 而且旁边这块感觉也没有说得很好 双下不倒还行 现在下面就没有感觉说得很好 哈喽大家 现在是第10天 我刚把面罩摘了 我觉得很惊喜 我既然已经消肿了 嘴两边虽然现在这边还是暮暮的感觉 也有一点点硬硬的 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跟朋友视频还特意说 嘴角两边有一个很大的肿块 现在已经消了 就是只是有一点点硬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肿了 但是这边还是有一点点可能不自然 就是笑起来啊 还是有一点使不上劲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待恢复 比昨天真的强太多了 大家看我这个明显的下额线 对还有就是今天的胳膊也可以 就是看 来回这样动也没什么的 只是有一点拉扯感嘛 但是右胳膊完全就没什么感觉了 然后左胳膊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拉扯感 哈喽 现在是我做完手术的第13天 跟大家update一下我现在的情况 我今天带回了这个不舒服的面罩 因为我看小龙书上 我做了嘴角旁边的黄金微雕和面膝 所以说一定要兜着这儿 因为我就说我最近好像下巴都好一点 然后嘴角两边还有点突出 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一直没兜着的原因 虽然这样不舒服了 但是为了以后的效果 然后这边实在勒得太紧 小龙书上有人推荐在这边 剪点个小祸口 然后脸上就这样勒着吧 今天想说的是我已经收到 倩美这个黑色了 黑色的S跟怀美的S 其实差不多 它呢要确实要比半身的舒服 然后现在小臂基本上已经消肿了 就是因为全部已经勒住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做大臂吸纸的话 我挺推荐大家买这个的 但是呢它没有怀美的压力那么大 所以说就导致可能到时候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它是胸部是露出来的 上面有一个勒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就是勒的 可以调节的 我倒是把图片放在旁边 但这个唯一有一个地方不舒服 就是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 会有那个印子 反正就是勒得特别疼 我中间就垫了化妆棉 这个是一个挺推荐的做法 这两天基本上隔两到三天 我都去外面让它给我洗个头 身上冲澡呢都是还正常 尽可能让不穿素身衣 不戴面罩的时候缩短一点 洗脸每次也是都给它摘掉 现在都是正常洗脸正常顾敷了 哈喽今天是我术后的第24天 我今天化了个妆 所以给这个视频想做一个ending 大家看我现在脸基本上是可以见人了 但是其实呢还没有消肿 这两边还是有一点肿肿的 而且下额这边还是暮暮的状态 摸起来还是有一点麻麻的 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呢 就是最开始在医院买的那个淮美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特别的紧 它的这个压力我觉得是完全OK的 它要比我后来买的那个欠美 它即使穿着更舒服 但是我觉得那些压力完全不够 这个就是紧紧蹦蹦的 看我的胳膊是不是还蛮细的 其实脱了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很好在它这样有这个拉链 中间呢它有几个钩子 会辅助你把它穿上 这个穿起来特别好穿 那像胳膊中间有几天是比较疼的 你要穿那种就是 哎时间这样勒进去了 会觉得有点痛 那这个就完全没有 穿脱非常方便 很多像这种六分袖的衣服 它没有拉链 你就要自己给它剪开一些 因为你中间这块不需要太大的压力 反而你把这个勒上了 你胳膊会很容易不消肿 摸起来前面完全没有问题 后面这个地方 是摸起来有点感觉麻麻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下额线啊 因为我刚给大家录了一个视频 又加上洗澡化妆 吹头发 再加上录完视频 我整个一上午都没有戴面罩 稍微会有一点点就是塌下来 但是看这边 我觉得还算挺明显的一个下额线 一点点的双下巴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这块摸起来还是木的 但是真的一点双下巴都没有了 至于脸上两边 我这块不是也稀了吗 一个感觉其实比之前要小一些 只不过嘴角这边 可能稍微再消肿一些效果会更好 总之我对我这次做的这个手术 非常的满意 我不夸张的时候 我最近一直每天都在翻小红书 翻翻大家做这个术后的反应 有些人表示他40多天 就是抽纸之后没有任何一点效果 尤其是面部做黄金微雕之后 他有些人也是抽手臂啊 或者抽肚子 就是那种腰腹还膝 然后配合着这个黄金微雕做脸 很多人都是一起做的 我看他们真的有很多人说没有效果 我当时也很担心 但直到后来把面罩摘下来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起码这个手术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OK 然后另外就说一下鼻肌底 我看小红书的评论 上面有人说10个人做鼻肌底 有9个都取出来了 他们说会觉得有异物感很假 那我现在笑给大家看 就是现在好像这边还没有彻底恢复好 那现在笑已经没有很假了 就没有很僵 然后很多人说这边 由于垫了鼻肌底之后呢 这边会有小胡子 这个小胡子就是在这边会有个印子 可能是肌肉中间 你看我就完全没有啊 笑也是可以笑的开的 可能如果到时候恢复的更好一些 那笑的就可以更开 就没有这么僵 然后另外呢 鼻肌底可能有人会有一味的这种 就是现象 那我这个也是完全没有的 我15天是有看医生的 但是我这个鼻肌底恢复的很好 然后也不用让我太在意它 然后像是有没有异物感呢 其实刚开始我感觉是有的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种的感觉 可能还是不习惯 反正现在就是笑啊说话 就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我做的是蓬体的鼻肌底 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我那个医院呢 就是没有硅胶的这个选择 因为它觉得硅胶可能会移位 那像肋软骨呢 它也不推荐我做 因为如果大家是鼻子和鼻肌底一起做呢 那在肋骨这边开一个刀还OK 那像我呢 只做了一个鼻肌底 那没有必要在这边取过骨头 它就说蓬体也是非常好的 蓬体也分好多种啊 什么进口啊 果茶啊 然后进口也分好多种 总之当时我就是 也不是算被忽悠 我觉得就是一直放在身体里的 我就当时选择了最贵的 我现在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再说一下这个消肿药啊 来月经的女生一定不要吃消肿药 因为她会让你可能停经 医生护士会跟你讲一定不要吃 但是她没有跟你说 如果你要来的话 你不要吃 我当时就是我要来了 我平时这个东西很准时的 但是由于我当时吃消肿药 我就是吃一天拖一天 吃一天拖一天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 结果一停第二天就来了 再加上来月经 那几天我就超级肿 就肿得特别特别的丑 我就从来没见过我那么丑的样子 月经来完之后呢 还是会有一点种 但是我也没有再吃消肿药 我妈也觉得 就是试药是有三分毒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喝黑咖啡 我觉得黑咖啡是一个很好的消肿神系 要正常的话吃个一周 可能也没什么问题 刚才有跟大家说素身衣嘛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面罩 面罩我一共买了四款 就这个是我最早 就是那个时候淘宝开箱还跟大家看了 一个正常没有做手术的时候戴的 石墨烯的一个材质 这个粉色呢 就是上次淘宝开箱视频戴的那个 它是很舒服的 但是说其实压力没有很大 所以说术后呢 我不建议大家戴这个 那至于这两个米色的 就有一个是医院买的 一个是医院推荐的 这个牌子叫欧利美 就是说淮美啊 切美就很多做这个术后面罩的这个品牌 大家可以自己看 尤其你要看好你做的是哪个地方 我做的呢就是这个下颚 然后双下部带了一点轮廓线 所以说你就要把这个地方压力都给它绷住 尤其是前一周 前一周甚至是一个月 如果是你不上班 就天天没什么事情做 或者是敢带你放假的话 最好是前一个月 你都要24小时佩戴面罩 包括身上的素身衣 如果你洗纸之后的话 医院跟我说的是 你前一周到两周 就半个月佩戴24小时就好 半个月之后呢 你就可以每天晚上睡觉戴 那其实像我现在呢 我白天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什么 我也不戴 那肯定这个东西是戴越长时间越好的 一直到三个月可能 你都要晚上都要一直佩戴这个 你像我现在戴习惯 我并没有觉得任何不适 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 我对你没有一个小提议 你也可以买这种 就是单独勒下个线的面罩 我这个已经被我戴得很狼狈了 都各种开线 但这个还真的算挺好用的 睡觉啊 或者睡觉觉得不舒服 你就在家的时候 每天勒几个小时 对抗地心引力也没有很不舒服 而且一定会有效果 我觉得如果我不戴面罩和戴面罩 一定差别会很大 我感觉这期视频 差不多也就可以到这儿了 我想到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问题呢 可以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先真的是记录我最丑的样子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觉得我还挺拼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 别忘了订阅一下 我是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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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